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李宗盛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雷 欢迎电视机型和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重庆南川金佛山中医院 特约播出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的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来 我们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 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璐 媒体评论人石树四 心理专家百燕仪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现在的这种生活就想起来了 掌声有请被置信人黄雨萍 你好 傅老师好 大家好 老公呢 跟你道歉 我们家老你邀请我的来到这个舞台 说有一些歉意的话要跟我说 他被我大死露水 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十多年 在这十多年当中 他一直是我仰慕的男神那种 所以我才嫁给他 他今天说有一些歉意的话要跟我说 我蛮期待的 也挺欣慰的 那现在还是你的男神吗 是 还是是吧 永远都是 掌声有请今天的置信人李建军 各位老师好 三位嘉宾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好 电视机面前的朋友好 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51 马上就要满52了 16岁 你35啊 马上满36 就是第几任 第二任 老李 37岁之前有过一段不成功的婚姻 当时我们两个也尽了努力 但是一直都没有孩子 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来讲 没有孩子他就不完美 然后因此而产生了很多矛盾 最后这个矛盾无法调节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选择了和平分手 你跟你前妻分手的时候 我们是协议离婚的 当时的话 我就把所有的现金都留给了他 你呢 你落下了什么 我有一套还在公安节的房子 分得挺和平的 很平静 很平静 让我感到很欣慰的是 分手之后 他组建了家庭 他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重新组建了家庭 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这个最终彼此都实现了圆满 实现好 实现 那你什么时候遇上他的呢 我们两个是网恋 在聊口口的时候认识他 当时我们两个都在一个美式群里面 我就打开了他的那个相册 我觉得这个姑娘挺漂亮的 就萌生的那种 想认识一下的念头 那你为什么要添加他呢 你也看了他的相册 就无意识的 然后就觉得有人添加 都一个朋友认识也没有关系嘛 就是通过了 你在他之前结过婚吗 没有 谈过吗 有 那为什么你能接受一个 就是年龄还挺大的 16岁 因为我年纪在16岁中学毕业 就出去打工去了 是家里的老大 家里也是挺穷的 其实我一直都想找一个就是依靠吧 然后中间也有谈过对象 觉得就是同龄人不够成熟 不够稳重 认识老李以后 我就觉得挺成熟稳重的 除了成熟稳重 还有什么吸引你 更多的就是学历方面的 老李什么学历 老李是研究生学历 我叫你老李 你就不要叫自己老李了嘛 你就说我嘛 我老觉得你在说别人知道吗 老李什么学历 我是硕士研究生 那你自己什么学历 我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去了 就是自己这个因为家庭原因 所以学历不高 对的 但是爱学习 是的 我上学的时候成绩蛮好的 但是这里的话 没有怪我父母的意思 因为父母已经进他们最大的所能 把能给予我的一切都给了 家里面就那样的一个条件 然后就出去 在16岁那年就出去打工去了 在打工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吃了很多没有知识的亏 然后对就是爱学习 有文化的男生 好像就是格外的仰慕 很崇拜 你咋知道他硕士毕业呢 就是头一次见面的时候 在一家餐厅嘛 他约着你 他约着我 然后你看了QQ相册之后迫不及待 对啊 是吧 我就约了很多次 他开始都是拒绝的 然后时机终于来了 什么时机 在中秋节的晚上 中秋节你应该跟家人在一起 那个时候同事啊 同学朋友 他们都去陪家人去了 之前老李有约过我好几次 我都拒绝了 那天的话我就想着 反正也没啥事 他约我去我们这边 重庆观音桥的一个步行街 我就去想着人又比较多 他能把我咋样嘛 见一面就见一面呗 我说反正今天也没啥事 你那会儿多大啊 我那个时候我21岁 见面了以后这蓝的高高的 然后戴个眼镜 然后看起来蚊子冰冰的 不那么讨厌 就一起吃饭嘛 他就问我 那你这场下了班都干啥呢 我就说我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去了 然后现在在读那个成教 然后无意当中我就问他 然后他就说 我就在那个重大就是读的研究生 瞬间就对这个人好像好感多了一些 蛮崇拜的 就有一些问题就在那里问他 整个吃饭的过程 不像我想象当中见网友那么尴尬 反正就好像聊得蛮愉快的 对这个人挺有好感 见了真人之后觉得比照片漂亮不 就是 就是 因为那个年代我没有批图的嘛 那个真人绝对比照片漂亮得多 就更加心旷神怡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优越感满满的 因为我还算是有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嘛 收入呢也蛮高的 特别是人家还拿着崇拜的眼光看着你 对对对 那个时候满足了一个男人的虚荣感 是吧 老李还算是蛮有意思的 蛮坦诚的 你什么工作啊那会儿 我那时候做销售经理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万八块钱嘛 万八块钱哪一年 07年 07年万八块钱满高了 还可以嘛 那个时候过生活的话 老李是比较随意的 反正有钱就花的那一种 那多久结的婚啊 差不多将近半年嘛 这么快 谁那么急 我急 因为我是奔着婚姻的目的去谈谈恋爱 你当时不介意他有过一段婚姻对吧 不介意 如果有孩子你介意吗 嗯 我可能就会介意 要当别人后妈哈 对没有做好后妈那种准备 就结婚结的你满意吗 结婚 其实我们中间有遇到过一些曲折的事情 在这正要准备结婚的时候 老李就突然失业了 这么巧 刚结婚就失业 因为公司业务的调整 我就接到了解聘的通知 当时我心中就纳闷啊 我说这个中年危机应该有啊 他来了是不是有点早了 那年多大吗 没那么功利 我感觉就是他善解人意 非常体贴 所以就在你老家办了婚礼 不是在我老家 是在他们老家 当时那些什么彩礼都没给的嘛 我们也没有拍婚纱照嘛 就在那个农村那个叫大坝子里面嘛 那天好像还下着雨嘛 就是那个搭着雨棚 那个雨棚有些地方还露水 那个白酒席的那个桌子上啊 还不时地从那个雨棚下面 还滴水下来 就是条件很简陋的那种农村 就是大家热了一下 岳父对你怎么样 对我很好的 我的岳父岳母对我非常好 就是我们办完婚礼 准备走到那天晚上 就把我们两个喊到他的房间 我岳母就从那个箱子里面 就拿出来一个塑料袋 那个塑料袋里面有一块红布 包了一堆东西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我还以为他们家祖传的什么东西 要赠给我呢 想的没 结果呢 结果就是 就是他们那个亲戚朋友过来 那个收的礼金 那里面什么五块十块的都有 大概有一万多块嘛 那个我们丈夫娘就说 你们在大城市里面生活不容易 你们就把这个钱带回去嘛 这一家人真好 你没给人家彩礼 人家还倒给你 所以说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不光是小平 还有我的岳父岳母 他们真的是心地非常善良 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 他虽然没有给我 没有给我去读多少书 他觉得对我有亏欠 在我结婚的时候 他让我自己去选择 然后接的那个礼金没有多少钱 他说我们住在城里面不容易 然后家里面 他说也不需要买什么 你们就把这个带回去 然后过日子 将来生孩子各方面都需要花钱的 老李当时跟我说的 就是一直监制是不要的 但是我觉得我当时的情况 如果说老李有工作 我可能就一定不会要 但是那个时候老李已经失业了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找到工作 我说万一 万一他要是找个工作 需要什么花点钱 出去吃个饭 都会很紧巴巴的 我就把那个钱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老李跟我说 他说老婆 你放心 他说我本来想给你一个体面的婚礼 没想到现在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一定会加倍地对你好 我会努力地去找到工作 以后会去 就是对父母都会很好 就这样跟我讲 我还是觉得就我选的这个男人 没有选错 我们总是对于老夫少妻 或者男人第二婚找一个小老婆 大家都会有一种刻板印象 认为无非是女人屠材 男人好似 对吧 对这种婚姻都会这样 但是这段婚姻如此看来 其实两人还是非常坦诚 那婚后多久你找到的工作 婚后没多久 我可能就两三个月 我就是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而且这个工作比原来就更好 最主要的是我想为这个家 创造更多的财富 所以我工作上面就比较努力 这个整个这个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好 说明老婆蛮忘夫的 是吧 对 生了第一个孩子 对 然后很顺利 老大是 老大是个儿子 是个儿子 更高兴了 开心得不得了 非常感谢他送给我的礼物 那他对你怎么样的老婆 结婚之后 老婆对我是照顾的无畏不至 回去之后 他要给我递拖鞋的 然后我坐在那里 喝啤酒跟孩子 那个摆龙门证的时候 他会站在后面给我按摩 按摩 就在后面给我按肩膀 按按头 反正我感觉我找了个 嫌内疏 一个男人的幸福 莫过于如此 有儿有女 还有一个老婆在后面给我按摩 你第二份工作 挣多少钱一年 还比较稳定 高的时候有三十几 你那会儿挣多少钱一个月 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家带孩子 你有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但是一个人 如果要抚养两个孩子 家里他不上班的话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结局 如果保持这种状态的话 还是可以 还可以 但是中间很不幸 又出事了 又遭遇了第二次中年危机 是什么时候 就是刚刚有了二胎 那个时候就遇上了公司做业务调整 我本身在两家公司认识 拿两份薪水的 结果的话就只发了一份薪水了 减了多少收入呢 展办 展办 那还行吗 还过得总没失业 但是十几万这种的话 对我们维持现有的这种家庭生活 也维持得过去 但是这个孩子他会长啊 他到了上学的年龄的话 将来教育方面的投资的话 我们必须要给他准备住 那也没什么呀 就收入少一点了 但是脑里这种情绪的话 就有一种低落 恐慌 我怀疑自己的这个挣钱能力 是不是在开始走下坡路了 开始下降了 因为到了那个42岁的年龄的话 这个社会上这种就业的话 像我这种叫高层低不救 原来三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猎头公司围着我后面转的时候 那些人现在都不见了 都不找我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内心非常复杂 就导致了我一些情绪方面的 有一些不稳定啊 可能是因为一些小事 我就要发火了 平时我对太太对孩子 都是很温柔了 但是有时候的 我会莫名其妙的 会对他们发一些 不应该发的火 有很显著的变化 有的 会有一段时间就是 比较沉闷 然后自己坐在一边去发呆 他没有给我及时地去讲 关于降薪的这个问题 直到有一天 他回来 可能就是受到了工作上面的委屈 又加上这个薪资的问题 他就情绪蛮大的 回来了就跟我说 你饭做好了没有 然后我就看他情绪不太好 然后我就没有理他 我就去做饭 你会委屈吗 我挺委屈的 我做饭的时候 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做 没有金钱 对 没有工作 但是我知道一个男人 他回来 这样子对你说话 肯定是在外面受到了 很大的委屈 然后我就默默地做好饭 喊那吃饭的时候 他就说 老师明天就不想去上班了 其实我 16岁就出去打工了 他日常从来没有这样子对过我 也没有这样子和我讲话 我那个时候就走进房间 默默地就是去擦眼泪 我心里面有不甘也心酸 也为这个男人 觉得他受到了这么 工作上面受到的委屈 感受到难过吧 然后但是我还是把眼泪擦干 走出来 走到沙发上去说 我说老公咱们吃饭吧 也没有去说 我说你哪里不开心呢 等到孩子睡了 你晚上给我讲一讲 然后他也没给我讲 天天早上继续的 就是拿着包包 还是去上班去了 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挺心酸的 心里很复杂 很复杂 一方面也心疼他 但另外一方面也觉得 因为自己没有收入 所以这个男人 以前那么温柔 那么注重我的感受 这么如此直接的 把这种火发在我身上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卑微 有的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我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我也在外面去找过 但是没有更好的工作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 我找不了更好的工作 我还必须坚持 把手上的这份工作做下去 这个就有一点憋屈 有些郁闷 我们老婆说我差一点都抑郁了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老婆有一些变化了 老婆有些变化 没太大关系 对我真的认为是这样的 我读书是读得好 但是我情商比较低 他读书读得少 但是情商特别高 我就像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一样 我说一句话 看你能认同吗 大部分成了家的男人 创业成功 大部分都是女人在后面默默付出的结果 这个我赞同 大部分女人创业成功 都是因为男人无能 这个我也赞同 其实承认女人比自己强 这一点对于有些男人来说特别难 对于我来讲就更难了 现在承认了 是吧 现在肯定承认了 所以这段时间 你们俩关于他做生意这件事 就这么过去了 我们两个之间感情就比较 感觉就一下就忍下来了 你做你的事 反正我也不管 他做得怎么样呢 我一直没把他看在眼里 我觉得一个女人家 你搞个玩 你打发打发时间 对不对 可以的 只要不丢我的脸就行了 我记得有一天 他很开心地在跟我说 他老公 我这个月赚了两万块 当时一下把我吓了一跳 我一个研究生在外面还拿个高薪 拿个一万多 他才一万多 你一个月就可以搞两万 你心里受不了吧 我心里很不舒服了 觉得我这个男人的那个自尊心 好像就被打击了一下 狠狠地刺了一下 你发现他脸上的变化吗 他瞬间就是那种 他不高兴 没有我想象他那种 好样很开心 没有 他当时的话就是一下子挺愣住的 疑惑地说了一句 在家里带孩子还能挣那么多钱 对啊 然后从那以后 它是有变化的 什么变化 比方说喊我 老婆你给我倒杯水过来 然后如果说晚一点 你怎么回事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弄来吗 你现在是能挣钱了 你就飘了是不是 我感觉你就是没有以前对我好了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比方说因为我打包发货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来收拾这个家务 比方说孩子回 这个玩具摆得特别乱 他回来就说 怎么你也不把这个玩具收一下嘛 你以前就不是这样子的 开始对我有抱怨和指责 这个时候其实我心里面 我也不想去和他争吵 因为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会懂我的 我这么去做是为了什么 我说你总有一天会懂 我不喜欢去解释 结果他懂了没有 他不懂 他不懂 后来因为我工作也很忙 他工作也很忙 孩子渐渐大了 两个都去上学了 我睡觉的时间 那是每天夜里两点钟 然后他基本上是11点钟左右 都得睡觉 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 基本上没有交流 早上我醒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 我还没有睡觉 中间持续了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有一天回来 他就对我 就是像爆发了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大吵了一架 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反正就是觉得我对他 尊重没有那么多 仰慕没有那么多 不像以前那样去表现出来 其实那个时候只是因为忙 可能我就只顾及到了自己的事业 没有顾及到他的感受 没有顾及到他的情绪 吵完了以后就是 他就恶狠狠地就甩下一句话 明天就去民政局 然后都说到 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家两个孩子嘛 妹妹就跟着我 儿子就跟着他 就这样讲的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说去就去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还是去把早饭做了 也没有提这个事情 送孩子去上学 回来就没有 没有说这个事情 我看他今天为什么没去上班 他就在那里闷着 然后我也没有管他 我就继续忙我自己的事情 去民政局啊 一问我是爱着他的 我并不想跟他分开 这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他并不想和我离婚 他也是爱着我的 只是我们双方的情绪 当时都达到了一颗 不可调解的双方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我长期以来都是靠情绪压住 情绪这种 那当时你想到了解决办法吗 你不是特别会找问题 解决办法的吗 脑袋一热的时候 就让他别干了 让他别干了 他根本不听的嘛 如果他真不干了 你愿意吗 我这想的话可能会愿意啊 因为我经常跟他说这 没钱了吗 没钱了我觉得的话 他只要把家里搞好 我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到外面去闯 你有人家挣得多吗 现在肯定没有他挣得多少 拉个食物的话 你现在是开公司是吧 是的 你在一年挣多少 五六百万吧 你挣到吗 怎么的 对啊 难道人要虚伪到 宁愿不要这笔钱 不让他干 当时我目光短浅 后来没去民政局怎么着呢 没去民政局我就开始反思自己 更加注意他观察他 记得有一天 我见完一个客户 才三点多钟就下班了 回到家里 那是一个夏天 推开门一看 那个客厅地上那个装货的盒子铺满了 他正在那里打包 四十度的高温 他连空调都舍不得开 心疼死了 我在想 这一个女人真的不容易 她为我们家庭 真的付出了很多 只是我以前的根本就没有察觉到 我不光是一个自傲的男人 我还是一个很初心的男人 所以那次是谁找 谁给谁台阶下呢 我们最后都不提这个事情了 我就自己主动一些了 比方说是回到家 有些家务事我可以顺手做的 我就顺手做一下 多一点时间带孩子 对不对 我把孩子带足迹多晚一会儿 他在家里就更多的时间 来处理自己的生意 你发现了他这种变化吗 有发现 就是说完去民政局 那天晚上有一个 就是很长的一个聊天 我就主动地去说的 我说老公 我住了这么长时间 我说你不理解我也不懂我 我说我这么辛苦地去做这些事情 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我说是因为我很爱你 我想去为你分担 然后他突然就意识到 他说老婆以前我不对 他说你除了是我妻子以外 你还是你自己 两个人就软下来了 就说 我不应该那么支持 我会 就是更加支持你的工作 我会把这个时间 都花在这个家庭上面 就是为我去分担一些嘛 就是这样子去讲 然后从那以后 他就会说 今天你有没有时间接孩子呀 然后我今天可以早一点回来 然后你就不要去接了 然后我去 看到我发个朋友圈说 今天会到很多货的话 他会说 因为他知道我 我是不会去 能自己干的事情 我不愿意多花一分钱的 那个时候刚起步 也没有很好 来货的话 都会我自己去搬 他看到我说有货要到的话 他就会说 今天我就早一点回来 去帮你去搬 他就是给我说 让我去请人给我搬 五块钱一箱 我都不舍得 因为那个时候老李跟我说 我一直知道 他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 我就想努力地去存钱 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可以让孩子去读书 就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就是各方面能省就省吧 你能哭出来 能够非常动情地说 他在客厅里面 都是打包的东西的时候 四十多度 他舍不得开空调 说明你内心真的开始敬佩这个女人 开始认可她在家庭当中的付出了 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时间段 是一个分水岭 在这个时间段之前 你对她的爱都不是真的爱 都是男人的那种战友的爱 因为你觉得她不行 你不是真正地尊重她 你只是觉得你找了个漂亮的老婆 爱我承认 对吧 你那种爱都是一种停留在你的感官上 长得漂亮 甚至有一种炫耀的 直到这个事情之后 你发现她居然在崇拜你的同时 她自己也有能力的时候 当你对她有了尊重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感情 因为当你真正的软下来 承认她比你强的时候 你就会很心甘情愿的去做那些事情 到那个时候你去接孩子也好 做家务也好 你不是为了维系这段婚姻而做的一些手段 你是真正认证的愿意去为她分担 你觉得我心甘情愿可以做一个配角 对吧 但即便如此 周围的人如果说你吃软饭靠老婆 你还是不舒服的吧 有一些不舒服 但是后面的话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有一个成功的女人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女人的背后 有我这样一个成功的男人也挺好 软饭硬吃 对吧 你再有能耐 你也落我牢里手上了 这也是我的骄傲 依然是我炫耀的资本 对吧 所以你现在是不工作了是吧 对 我把工作迟了 你再给老婆打工 对 因为我在外面也是给别人打工 我打工方面非常有经验 所以我不适合做老板 现在我就是老婆工作上的助理 生活上的秘书 可以啊 可以可以 这点劳力强 我跟老师都未必做得到 就说实话 给老婆打工都未必做得到 你发工资不 我们家所有的这些经济方面 都是交给老女去管的 我要给她妥妥的安全感 对 你不要飘 你不要飘 人家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因为老女能挣钱的时候 她也是这样给出我的安全感 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好了 很多人看到我们住的房子比较好 开的车比较好 老婆给你买好车开了 给你买啥好车开了 那个奔驰的大鸡 行啊 可以可以可以 关键出去的时候呢 老里辈有面子 不管我穿得很随意啊 就是一个北京脑布鞋啊 一个条牛仔裤啊 这个都不重要 关键就是我们老婆牵着我的手的时候 别人都会说 这老头有钱 这老头有钱 他处处把我摆在前面嘛 包括他们公司组织活动的时候嘛 这让我做CV啊 拍照的时候让我赞CV啊 你还知道CV啊 同时他们那个公司系统内部上 有一些富人方面的课呀 讲销售的专业课呀 就会邀请我来讲 因为我毕竟做了这么多年冒 你要好好讲一下 是怎么把自己销售出去的 谢谢 这个老李呢 这个心路历程啊 一高一起 一高一起啊 到最后发现 客观地面对自己 面对家庭 面对对方 其实收获是满满的 但如果硬要把自己 刚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到了最后 别人不被理解 你也不会被理解 你也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和谐的场面 是的 对吧 是的 人生赢家你现在是啊 谢谢 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 老李今天给我们呈现呢 不管是宠爱的 战友的 还是被爱的 其实那都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过程 但是真正的爱是两个人的事 它是看得见对方的强大 看得见对方的脆弱 看得见对方的优秀 也接受对方的一些无力 就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当你的世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并且你允许这个人 以他最真实的样子存在 跟他愉快地相处 这时候两个人才出现 只有两个人出现的时候 这个家才出现 爱才会出现 特别地棒 祝你们未来生活越来越顺利幸福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想今天所有的人 都应该很喜欢老李 因为你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特别地坦诚 今天老李一直在说 学历嘛 学历很高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真正能表现出来 你很有文化的一个地方 不是在乎你读了多少书 在多大的公司工作 而是在于你能拿得起 也能放得下 你曾经可以站得很高 你现在也可以为了妻子 站得很低 你愿意到电视台来 跟妻子说一声感谢 说一声对不起 你还愿意跟妻子说 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 你还是你自己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能体现出来 你是他一直崇拜的那个男人 他心里所喜爱的那个老李 我希望你们以后 一定会更加的幸福 加油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人永远一生的功课 就是跟自己和解 做自己的主人 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拥有幸福 你看你老婆的奋斗史 一个初中文化 做这么大的事业 不就做了自己的主人吗 赢得你的尊敬吗 面对困难人没有放弃啊 努力打拼啊 拥有自己一片天呀 你们俩都是翻身得解放的故事 你看一个女人的独立 一个男人的独立 因为这个独立 你们拥有了更高层次的生活 拥有更高层次的活法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接下来有什么话 对你的妻子说 谢谢你来 老师 去把你的礼物拿过来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重庆南川 金佛山中医院特约播出 老婆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想干吗 好 最近婚纱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条件不太好嘛 我欠老婆一个婚礼 也欠老婆一个婚纱照 现在条件好了 我就跟老婆说 我说我要带你走遍 祖国的大好河山 每到一个地方 我们都排一次婚纱照 什么 祝你们幸福 再见 再见 谢谢各位 本来不谢不谢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重庆南川 金佛山中医院特约播出 老婆 我给了你太多的不理解 对不起老婆 我曾经小看你了 老公 你还是那个 一直让我崇拜 一直喜欢的老女 以后把我们的小家庭 经营得越来越好 老李又回到了巅峰 想要走上人生的巅峰 有的时候不是坐享其成的 要靠自己真心的付出 好的 如果你也有 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你来到这个舞台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今天帮你